为了打破大只鸭满堤的迷思 并进一步了解对儿童发展阶段的认知 新北市社会局赠送幼儿宝贝带给辖内的公托中心 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等单位 希望将由袋子里的绘本、积木、手摇铃等七项筛减工具 让托育服务的相关人员可以敏锐地察觉孩子是否有发展的问题 有句话说大只鸭满堤 但您知道吗 这或许是幼儿发展迟缓的警讯 为了唤起家庭对儿童发展阶段认知的重视 新北市社会局准备了2700份幼儿宝贝带 要赠送给公托中心、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等单位 宝贝带里头包括了游手摇铃、软球、安全剪刀、绘本等等供七项物品 希望透过这些筛减工具 让托育服务的相关人员可以借由与幼儿游戏玩乐的互动中 更敏锐地察觉孩子的发展问题 就有七项工具 甚至还有一个小书 然后叙述了我们所有零到六岁的非常重要的发展指标 那么希望能够打破我们一般的 这个大之慢题的一般的民众的一种思维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早期的被发现 早期的被治疗 新北市社会局局长张锦丽指出 新北市零到六岁发展迟缓儿童个案数占有比率达5.94% 虽然高于全台平均值 却也代表着新北市是以全面性严格的筛减来发现孩子的问题 就是希望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把握早疗的黄金期 就新北市来讲 我们是5.94 将近6% 就占新北市零到六岁人口的将近6% 但是全国的平均 全国各县市的平均都不到3% 其实不代表说新北市 有问题的孩童比较多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们经过铺天盖地 经过所有伙伴的集体努力 我们找到最多最多的小朋友 新北市社会局表示 为了提供具有早期疗愈需求的幼童 以及其家庭的相关协助资源 家长可以洽询新北市儿童健康发展中心 或者是上社会局网站都可以查询 也呼吁爸爸妈妈在日常生活中 多多观察孩子的发展是否符合实际年龄 把握成长的精华阶段 记者杨帮助周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